圣言论第四十讲 第二十八章圣经难题 我们来到最后的第九段 第九种的圣经难题 就是关于圣经的书卷的日期 左者还有背景或者处境 这方面的难题 很多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 关于圣经无误的争论 它的着重点都是在圣经写成的日期 左者是谁和他的背景 一般信仰保守的教会的宗派 当他们在考一些 要考案例做牧师的候选人的时候 这些的宗派都会问 这些的准牧师准传道人 他们是否相信摩西写摩西五经的 或者是不是主前第八世纪的 先知以赛亚写整本 以赛亚书 就是用他的名 以赛亚命名的那卷书呢 又有些人提出一个问题 究竟单一理书是犹太人从贝鲁回来之前写的 还是贝鲁之后写的 那些研究新约圣经的学者们 往往声称保罗并没有写所有所谓保罗书信 在这些的讨论 我们必须要记住 我以前也提过这一点的 我以前在上文也提过这一点的 圣经无误的意思是说 圣经所宣称的 圣经本身都能够兑现 The Bible makes good to all its claims The Bible measures up to all its claims 圣经所宣称的 圣经本身都会展示 是真的 圣经关于书卷的日期和作者 究竟宣称了什么呢 那这个不是每一次都很清楚的 关于作者是谁的问题 很多圣经的书卷是立明的 圣经并没有声称 只有哪一位作作者的 路德记也是如此 同样的 撒末尔记上下 猎王记上下 历代志上下 还有从以斯拉到以斯帖 最后 约伯级 都是如此 在新约圣经 四福音 使徒行传 和西伯来书 严格来说都是立明的 虽然 有些的经文 对我们决定是谁写这些书卷 的确是有关系的 这些经文就是 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 和使徒行传 第一章一到三节 我们请读者们 听众自己去翻这些经文 诚然的 在早期教会 有一些很强的传统 对这些的问题 是有关的 意思就是说 我多加几句 意思就是说 早期的教会 一些教父 很清楚地表达 这些书卷是谁写的 但是我们仍然是有一些的问题的 譬如说 有人认为 某某人 称为约翰的 写了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 但是这个人本身 并不是耶稣身边的使徒 约翰 摩西五经并没有直接说 摩西是这五卷书里所有内容的作者 有一些的片段 就算是最保守的学者们 也认为是其他作者写的 例如说 民宿记 第十二章 第三节 摩西为人及其 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还有生命纪第三十四章 描述摩西的死亡 和以色列 居上 哀哭 不过 摩西五经 表示 摩西乃是那一位 把上帝的律法 带给以色列人的那一位 摩西五经 展示摩西就是把上帝 写成的律法 带到以色列民的那一位 甚至福 在写这个律法上 有份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将这些话写上 因为我是按这些话 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 摩西在耶和华那里 四十昼夜 也不吃饭 也不喝水 耶和华将这些话 就是十诫 写在两块板上 在生命纪里 生命纪本身说 有些的说话 是摩西讲的话 最后摩西把律法上的话 写在书上 生命纪第三十一章 二十四到二十九节 摩西也安排 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 即使写完了 就吩咐台耶和华月桂的立位人说 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 你们神的月桂旁 可以在那里见证 以色列人的不是 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 是映着景象的 我今儿还活着与你们同在 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 何况我死后呢 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 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了来 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 并呼天唤地 见证他们的不是 我知道我死后 你们必全然败坏 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 行耶和华眼中堪为恶的事 以手所作的惹他发怒 日后必有祸患 临到你们 所以认为摩西是与 摩西五经 就是圣经前面的五卷圣经 的写成是有关的 是很自然的 意思就是说 假设摩西是写摩西五经 是很自然的 当主耶稣和新约的作者 引用摩西五经的时候呢 他们一般不单单是指 那卷书 也是指摩西是这些话的作者的 一些的经文包括 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四节 耶稣对他说 你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擦看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作证据 马太十九章七到八节 法利赛人说这样 摩西为什么吩咐 给妻子修书就可以修他呢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印 所以许你们修妻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还有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二十四节 摩西说 人若死了 没有孩子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了以后 这里说摩西说 摩西说 他们就是耶稣和金约的佐者们 并没有怀疑犹太人的传统 就是相信摩西是这些书卷的佐者 这个传统 这些的资料 是否足够让我们做出这个结论 说圣经宣称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佐者呢 请注意这个是富兰姆在问的问题 我再读一次 这些的资料 就是摩西把耶和华的律法写成 交给一些人 摩西把律法书写在书上 耶稣基督和金约佐者们 引用摩西五经的佐者说摩西说 这些的资料是否足够让我们做个结论 说圣经声称摩西是这五卷的佐者呢 从摩西五经本身的资料 并没有给我们一个不可反驳的证据 虽然给我们有高度的可能性 相信摩西是佐者 除了他以外 还有可能谁写这些的书卷呢 新约的资料就更加的强 但是有没有可能 耶稣和使徒们只不过是在用一个犹太人的习惯 习惯说直到摩西五经书说摩西说呢 今天我们常常都会说 某某故事书里的人物说什么说什么 但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并不声称说这些的所谓人物 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人 可能有人会说服我 可能有人会说服我 新约圣经指向或者引用摩西五经 只不过是一个当时社会的习惯 就是说不一定是相信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的论据 有说服性的论据还不存在 对我来说耶稣 使徒们和他们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 真正相信摩西是摩西五经 大体上的作者 正如我们所看到 除了一些小小的部分以外 这个是他们所宣称的 既然这个是他们的宣称 就是耶稣跟使徒们的宣称 我们就有义务去相信他 这个就是我们该问的问题 这个我们该问的问题 要引导我们处理这类的圣经难题的 什么问题呢 What does Scripture claim 圣经宣称什么 圣经是否宣称 整本以赛亚书都是由 第八世纪的一个的作者写成的呢 圣经是否宣称 越伯纪是从先祖时期 就是亚伯拉尔以赛亚格的时期 的一本的历史性的记录呢 还是说是一本带有诗歌的 体材的一本的文学的作品 并不声称说是一本历史的叙述呢 就等于耶稣所讲的比喻 并没有声称是历史上的叙述呢 圣经是否宣称说传道书是由索罗门写的呢 还是说我们应该这样说 好像一些保守派的学者们说 在传道书这本书里面 一位我们不知道是谁的作者 他扮演了一个好像索罗门似的一个角色呢 有的时候要决定圣经 究竟宣称什么 就是有的时候要决定 圣经某一卷书是谁写的 究竟圣经宣称什么呢 需要一些有深度的研究到 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先要了解 究竟是哪一些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决定这些问题是什么 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那你看到弗兰姆在这里讲的是 非常的精准一些的话 就是究竟圣经宣称的是什么 不论答案是清楚还是不清楚 至少我们要把问题问对 第二十八章结束 第二十九章 圣经的清晰性 The Clarity of Scripture 改革中神学讨论圣经的时候 往往会提出圣经一些的属性 特别是圣经的必须性 权威性 清晰性 和完备 或者足够性 当我反省整个这四本的书 就是神的主权系列 就是神学认识论 神论 这本圣言论 还有基督教伦理学 当我在想怎么样 把一个整个的架构弄好 当我在想怎么计划 这四卷书的四本书的架构的时候 我都想把这些圣经的属性 与神的主权属性 把它配好 神的主权属性 当然就是掌控权威和同在 当然要把四方面的属性 和一个三方面的属性 把它连接起来 配起来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在这里 稍微的在传统改革中的 四个圣经属性里面 做了一些的调整和认识 若说在传统的四个 圣经的属性以外 去找一些圣经允许我们 看到的圣经的属性 是不难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 圣经的权威 圣经的末世 圣经的无物 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概念 或者是范畴 所以我并不觉得需要 道歉或者会 要辩护 把传统的圣经属性的四个 增加到六个 这样子就让我有 两组的三元组的属性 第一组是圣经的能力 或者全能 权威和清晰性 第二组是圣经的必须性 涵盖性和足够 或者是完备性 这两组的三元组 每一组都表达了 上帝主权的属性 我会在下面指出 注脚第一号 我也在我的基督教伦理学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圆著的144到175页 讨讨过这些圣经的属性等 所以在那边的讨论 和现在这一章的讨论 是相互相成的 我们继续 刚才弗兰姆说 他说 不论是第一组的三元组 就是圣经的能力 权柄和清晰性 或者第二组的圣经的属性 圣经的必须性 涵盖性和完备性 每一组都表达了上帝的主权的属性的 第一个三元组所注重的 是圣经本身的特质 第二个三元组所专注的 是圣经对我们的生命 是如何的重要 就是圣经 包括圣经的能力 圣经的权柄和清晰性 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 当然 这样的分辨并不是硬性的 只不过是在 侧重点或者专注点的分辨而已 我们不能够完全分割圣经的素质 和圣经在我们生命中 应扮演怎么样重要的角色的 成然的我们会看到 圣经的能力 权柄和清晰性 是为我们而设的 就是对我们是重要的 同时我们会看到 圣经的必须性 涵盖性和完备性 也是用来表达 圣经本身身为是神的话 圣经本身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第二个三元组 虽然说是圣经对我们如何重要 但它也是在讲圣经本身是什么 第一个三元组 在讲圣经本身是什么 但同时也告诉我们 对我们是多么是重要 在本章 我所注重的 这前面的三个属性 就是圣经的能力 或者是全能 全病和清晰性 The power of scripture 圣经的大能 就相配于神的掌控 圣经的全病 就相配于上帝的全病 圣经的清晰性 就相配于上帝在约里面 与人的同在 或者用三个不同的观点角度来讲 圣经的能力 是处境性的这个观点角度 圣经的全病 是那个准则性的观点角度 圣经的清晰性 就是与那个神的存在性的观点角度 有关的 这些都是透过观点角度相连的 每一个都依靠另外两个 所以对每一方面的了解 都需要其他两方面的完全的了解 经过本书前面各章的讨论之后 我们就不许再讨论 圣经的能力和全病了 本书的第九章 我讨论过 神的话是上帝的掌控性的大能 既然圣经是神的话 因此他传递了上帝的大能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能够领受 先知和使徒们的话 透过圣灵的大能 我们得到了先知跟使徒们的话 就为那些听到这些话的人 带来上帝的赐福和咒诅道 这是有不少的经文 就是我们有了神的话 带来的就是神的赐福和咒诅 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节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 耳朵发沉 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便得医治 这是上帝的咒诅 上帝的大能 包括咒诅那些听到他的话的人 马大福音十三章十到十七节 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读 耶稣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子 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凡有的还要嫁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所以我们比喻了 他们讲 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正应了 以色亚的预言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蒙了 因为这个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就是门徒 因为看见了 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 因为听见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先知的义人 要看你们所看到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这上帝大能的话 为门徒们带来的是福分 对其他的人 不信的人带来的是咒诅 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保罗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悉尼人 这也是神的话 赐福的一个功能 罗马书第十六章 二十五节 唯有神能照我 所传的福音 和所讲的耶稣基督 并照永古隐藏 不言的奥秘 兼顾你们的心 所以圣经对那些 听道而相信福音的人 圣经要兼顾我们的信心的 哥利多奥前书第二章 第四到第五节 然后呢 铁钱第一章 第五节 二章十三节 我们不应该觉得 上帝成文的话 就写下来的话 只不过是让我们去思考的 一切的对象而已 不是的 圣经 神的话是活的 是在做他大能的作为 的active的 谢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 上帝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 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结与骨髓 都能刺入 后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义 都能变明 圣经 神的话 使灵魂苏醒 让我们智慧 使我们心里快乐 使我们的眼睛明亮 诗篇十九篇 七到第九节 耶和华的律法 全被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 决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 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 洁净 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 真实 全然公义 圣经使我们 智慧 以致得救 提后二章 十五节 四篇 第十九篇 和四篇 一百四十 七篇 十五到二十节 暗示 上帝写下来的话的大能 和上帝在创造 上帝宇宙中的大能 上帝是在比较的 或者说是 同样那么的大能 我们下面继续要讲的是 神的话的权柄 前面讲的是 神的话的大能 下面还有权柄 最后是本章的主题 圣经的清晰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